分享之前有个小故事 那之前有船长的邀请 我也在问船长一个问题 我说教育群为什么会邀请我去分享我的夸狗婚姻 船长的回复让我非常的赞叹 他说因为我们身在海外 这种文化的差异确实是需要我们用本质去学习的 所以我的五年的婚姻还有文化的这一块的差异 我觉得对于我移民到海外 给我了第二次人生的一个探索 所以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 我也想和大家去分享我的人生的故事 那我们就开始了 首先介绍一下我的家庭 这一章是我们的家庭成员 我忘了介绍字 我叫罗丹妮 我呢是武汉人 虽然没有就是之前的分享嘉宾 背景都是非常的雄厚 我压力其实也挺大的 我是在国内呢是武汉大学毕业 那之前呢一直都是在国内从事人力资源 也是担任过武汉大学的 就负责人力资源的这一块的一些讲师 也是全球职业规划师 目前呢也是担任中国女性职业成长群体的首席职业咨询师 移民加拿大之后呢 和我的先生一起是在经营世界仅存实收的一个中国古木红船 后面我会和大家去介绍我在北美的一些工作状况 目前这个保留中国的文化传统的这个这个这个红木船已经被多家的媒体还北美的一些媒体 和多个电视台去采访 我先生呢是山龙 他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呢就是他是牛顿的后裔 所以他的骨子里面可能也在继承着他的家族的一些血液哈 所以是非常执着的一个人 从小呢他是非常狂热中国的历史文化 所以很多我的朋友都会叫他叫鸡蛋人 我们都听说过香蕉人没有听说过鸡蛋人对不对 鸡蛋人呢就是外白泪黄 所以他对中国的文化是非常的痴迷 他呢是北美的应该叫太阳电动专家 所以在北美的电动汽车方面也是取得了五个大金奖 在11年制造的太阳能电动船呢 也是引起了北美的媒体的广泛的一个追踪 16年呢我们搬到了我们现在是住在PEI 北美发现了一艘中国的红木古船 这是非常老的一个很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 很有文化价值意义的船 所以在条件非常艰苦的状况之下呢 就将船体亲自维修了2000多个小时 因此把这艘中国的古物保存下来 那目前呢我们是在PEI夏天经营差不多14个月 这个是我们两人的介绍哈 旁边是我的八岁的女儿 那我们就开始我接下来的整个今晚的一个分享 今天晚上呢会给大家带来4part的信息 第一个环节呢就是因为大家看到哈 这个是我在国内 那我在国内呢经历一段一段非常非常痛苦的这个生命重建的过程 所以我会花一些时间跟大家去讲 那我是如何从抑郁的状态走出来的 那第二环节呢就是遇到我先生 开启了我就是跨国婚姻第二个人生的一个探索 那第三个可能大家会不要感兴趣哈 就是我们中西方文化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总在问我 啊你们家这个饮食习惯啦文化习惯啦 呃这个价值观啊 这么差异不同是怎么样能够相处下来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家小小的家就是过日子 就像王志先生说的哈 婚姻就是过日子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这中间有很多的和谐之道 我也一一的和大家分享 第四第四块呢就是会和大家去分享 那呃我移民到海外 我三年移民到加拿大之后 就是对于人生之长的一个探索 这个呢呃当时在做这张图的时候 让我想到就是从小到大 然后一直到小孩一睡 那就回忆起来其实内心还是蛮痛苦的 因为呃大家可以看到哈 我把我的人生分成了五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原生家庭 那在原生家庭当中 因为呃我们家就我一个就我一个女儿 所以呢我从小就算是蛮乖乖女的 所以乖乖女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标签是什么 就是讨好型的孩子 那现在大家在心理学当中会比较流行一个词 就是原生家庭 确实是这样原生家庭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呃从小当乖乖女当讨好型的孩子的时候呢 所有一切的目的就是让父母开心 那从小学一直到大学 那到了大学呃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都是我父亲给我选的专业呃 呃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计算机网络不要流行吗 那跟我选的计算机网络 结果我现在自己在做职业规划师 我会知道计算机网络解释对于我来讲是是人生地域的阶段 但是我我我全部是补考过来的 虽然我的就学校还算是还蛮OK的武汉大学 但是基本上每门都是补考过来 因为我跟那个专业是完全完全不匹配的 后来嗯 就是从小父母都会安排你的路线 所以当乖乖女然后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完了之后呢 有一份非常体面的工作在外企 那做人类资源 因为呃在外企嘛 又是人类资源 大家知道就在国内那女孩子去做人类资源 又在外企就非常稳定 所以稳定我可能会放在第一位 这我也相信很多华人的家长可能也会去这样考虑 所以工作很体面 生活很稳定 其实但内心很空虚的 内心就就就没有 就是就是发现嗯 自己的梦想是永远就觉得有一个小窟窿 没有把它挖掘到 所以应该这也还有一个词 可能现在不要在心理学当中 就是你累在的小孩 那我那个时候累在的小孩是很需要爱的 因为嗯就很严厉嘛 家庭把我培养出来 那接下来呢就是遇到先生 那我上大学的时候遇到我前夫 嗯谈恋爱谈了很久 那就觉得25岁的时候 嗯 好像就应该结婚了 父母就觉得你应该结婚了 因为谈那么久就应该结婚了 那结婚完了之后呢 我们中国的传统啊就是应该生小孩了 但其实是蛮蛮蛮就是差异很大的 就和就和我的先生两人前前夫两人关系 老得非常不愉快 我们两人心格其实是蛮不相同的 我最后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 那因为嗯 遇到我先生的出轨 嗯 就是我们俩越走越远 那我当时就觉得应该是生小孩 去维护自己的家庭 其实嗯 就是一系列的都是最传统的示威模式 去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到了生孩子的时候 呃 闹得非常的不愉快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办法可以解决了 那么嗯 最后我孩子一睡的时候 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去处理好 当时的婚姻关系 我就选择离婚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时候就进入到我第四阶段 我觉得那个是我人生最低谷 离婚 抑郁 那时候抑郁了 自己可能都不清楚 因为嗯 我妈妈 我的家庭对 因为是比较传统的家庭 那你是单亲母亲 一个人带着孩子 然后又离婚 然后 就这些词在我身上的时候 对我的家庭来讲 是非常不能够允许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我我我自己记得 我在大马路上走一辆卡车 走到我 就是开到我面前 我可能都不知道 那时候抑郁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去学了心理学 学了心理学 就学了一系列的心理的课程 那自己慢慢的是很庆幸 自己那个时候是慢慢的 从抑郁当中走出来 所以说我现在是在海外 其实我也很关心很多的大学生 那我周边这边也有很多的 就是大学生也在跟我说 说我在国外得了抑郁 我的父母还要让我毕业之后再回去 再回国 其实抑郁这个词 至于国内来讲 我们应该就是叫蓝色感冒 那那个时候 如果说是没有很充足的陪伴的时候 其实是蛮严重的 这里也呼吁一下 群里的父母们 就一旦你关注到你的孩子的情绪上 有一些什么变化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去陪伴他 可能不需要跟他去讲很多道理 那时候他听不进去道理 只是需要陪伴 所以那时候其实蛮感谢我 我父母就陪伴我的 然后自己也去看了心理医生 慢慢的就从那个最低谷 人生的最低谷走出来 这个地方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人生低谷的 我用了几个词 因为做了心理咨询之后 我重新去审视了自己累资的小孩 所以从我最原生的家庭去看 看到我的童年 然后看到自己 就是一些很复杂的 就是这种负面的情绪 基本上有两年的时间吧 我是拒绝和外界去沟通 只是工作回家 那我很多朋友 还有我公司 包括我周边朋友 可能都不知道我离婚了 那时候就是把自己全部包裹起来 所以 那个时候的情绪是非常非常负面的 但是学了 就从那一段时间走出来之后 再去审视 那低谷的情绪的时候 其实 人的一辈子一生 都会有一些低谷的 如果你在低谷的时候呢 就是更好的 其实更能够深刻的去看到 你的内心 看到你的过去 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在国内 可能在北美还好一点 在国内真的是很忙碌 人生忙忙碌碌 忙到最后 可能都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会去忙 我相信可能大家 情友们应该跟我也有类似的 和这种感受 就是我们说忙忙忙 忙碌的忙到盲目的忙 到了迷茫的忙 到了最后 可能都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忙下去 所以有时候人生到了低谷的时候 你用一些科学的手段 然后你很好地和自己的情绪 尊重你的情绪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人生可能就 就又会不一样了 走出来之后 完全就不一样了 所以当我看到了 我自己的 就是整个原生家庭的状态 包括我的童年 然后我经历的 人生最低谷的抑郁 我慢慢地把负面的情绪 把心态调整过来 调成了真相的心态 就是慢慢地去变成 正面的思考模式的时候 我发现 坏的情绪 就慢慢地变好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体验 你所有的情绪 不要去打击 你的负面情绪 因为当负面情绪 打击得很严重的时候 可能那个时候 很多人就走不出来 那为什么现在 抑郁症会那么多 为什么国内就一篇一篇的 新闻跳楼会那么多 其实我能够 非常能够理解 非常非常能够理解 所以在座的父母 就是再次呼吁 当你的孩子 或者当你会有 这种情绪的时候 你和他去 他其实是你内在的小孩 你去拥抱他 去尊重他 然后就像男生感冒 感冒吗 吃点药 去看一看 他就会好的 好 再讲一下 所以当 当人生 就是当你准备好的时候 当我从情绪当中 走出来的时候 我发现可能 就是 你的机遇就来了 所以 就这样 我现在的先生 就走进了我的世界 我们也是在 武汉认识的 因为之前 他是做太能电动船 这一块 他之前的工厂呢 是在武汉那边 那我们也是这样相遇了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家庭的一些照片 这个呢 是我家庭的照片 我们 这个中间呢 是我们用中国传统的 这种结婚的模式 在加拿大结婚的 然后 这个 左边呢 是我们去古巴旅游 右边是我们去墨西哥 然后 在左下角的那一张呢 是我们的 这几家的船 然后 右边呢 这个是皮埃的冬天 所以 也看到 我孩子 就慢慢的长大 他们现在关系 是处理的 非常的好的 然后 我们的小家庭呢 就是 非常的和谐 充满了 就是 怎么说 就是正能量 非常的 嗯 我很喜欢 我现在就感觉到 就是有家的感觉 然后 嗯 之前的沟通呢 嗯 因为英文不好 所以我们之间的沟通呢 是 是用这种 非常简短的语言 去沟通 那随着 这之间 大家在一起的时间 越来越久 越来越长 那 现在整个家庭 是 是 是非常 怎么说哈 我觉得 婚姻 真的就是像过日子 柴米油盐 免不了柴米油盐 也免不了 就是大家一起去 共同成长 所以 小家呢 就是 在很 美满的状态之下 每天茁壮的成长 每天都会比昨天呢 过得 过得会 更惊喜 然后更美好一点 那后面 我也会跟大家去分享 就是发生在我们 之间的 小家庭当中的 这种文化 碰撞 文化 差异之间的一些 很多的小故事 最近网络上 比较火的 一篇帖子 就是 林子 林结婚 我觉得他写的 这一个文字 我觉得 特别的好 我也想跟大家 去分享 这也是我可能 对婚姻的一个理解 有人说呢 爱情是一瞬间的礼物 我想 需要勇气 包容 无私 妥协 天真 才能将一瞬间 化成一生的陪伴 确实是这样的 那我现在抛一个问题 问大家 问情友 婚姻是什么 可能每个人答案都会不一样 那 我也用这个问题 问过我周边很多的朋友 有的结婚了十几年 有的结婚了二十多年 有的人说婚姻就是合伙人 过好每一天 还有的人说呢 婚姻就是像同居室友 到了最后呢 就变成了室友 还有的人说呢 婚姻呢 就是搭伙过日子 还有的人说呢 婚姻 不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要结婚 那 其实在中国 可能和西方 大家也有感受到 可能在对孩子的这种 婚姻的这种 我们叫传递 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确实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我从小 在我的父母当中 就不让我谈恋爱 一直到 那时候到大学 那我发现在 我的小家当中呢 我先生会和我孩子 我们的孩子去沟通 男孩子和女孩子之间 是如何去和平相处 那 我孩子现在上小学 他也会偷偷告诉我 他有在学校喜欢 哪个男孩子 他也会和我们家 先生山农去说 哎呀 这个男孩子之间的 发生的故事 哎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我小的时候 我敢不敢这样 和我父母去沟通 好像在中国 或者西方 对于这种婚姻的 这种教育的模式 确实是不一样 我曾经也遇到过一对西人 他们是96岁 他们结婚了70多年 然后我就问那位老先生 我说是什么样 能够让你保持你们俩 就是你看见这两位 老爷爷老奶奶 非常的恩爱 他们走路都会手牵手在一起 就是你扶着我 我掺着你就一起往前走 然后我就问他是什么 让你们的婚姻 能够这样保持一种活力 他告诉我一句很经典的话 就是说 他说你永远要记住 你在婚姻当中 你只会对50% 另外的对是你另一半 所以这样来看 那是为什么我很喜欢 林志玲写的这一段话 爱情是需要勇气包容 无私妥协和天真 你才能将一瞬间的爱情 化成一生的陪伴 我们何尝不是想让婚姻的伴侣 陪伴我们一生呢 那如何去将这一份陪伴 保持长久呢 待会 我分享完之后呢 我也透露一点 透剧一些 我也会邀请我们家先生 去分享他对婚姻的理解 这样的话 大家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咱中国的这种文化和西方的文化 对于婚姻是什么样的一种理解 接下来呢 会和大家呢 去分享很多的小小的故事 因为在中西方文化 差异的这种背景下 我们家庭当中的这种差异 肯定是有的 所以如何在这种差异化当中 去求和谐相处之道 真的是很大的一门学问 我也是在这条路上 慢慢慢慢的去学习 首先呢 很多人都会问我 你们家饮食会习惯吗 确实是不一样 我写了一句说 生活中除了披萨牛排 还有烧烤和麻辣汤 因为我喜欢吃辣的 所以在我们家出现最多的菜肴 就是可能有披萨加上麻辣汤 也可能有牛排加上烧烤 还有加上炒青菜 都有可能 所以这种中西方文化的这种融合 这种菜肴在我们家 是每天都会上演的 还有最最神奇的 就是因为我是武汉人 我特别喜欢吃面条早餐 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那他呢 一辈子呢 就是西方人的早餐 他没有办法去接受中国人的早餐 所以我们家早上的时候 会有三种不同的食物出现 这个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现在已经养成了早餐 可以快速做很多菜肴出来的本事 所以有时候会出现在家庭当中 早餐呢 是三种不同的早餐 中餐可能会吃中餐 到了晚餐的时候 可能会吃西餐 所以这种饮食的 我们之间的融合度还是很好的 我觉得这当中可能更多的是尊重这个吃 他尊重我的饮食习惯 我尊重他的饮食习惯 我们可能在一个餐桌上 有时候我会用筷子 他会用茶和刀 这个都有可能出现的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去请很多的朋友过来 那朋友如果是中国朋友的话 他就是全部去吃中国菜 那他有可能会邀请西方的朋友过来的时候 也有可能吃中国菜加西方的菜都加在一起 所以这种饮食文化 我觉得很多人都说可能 哎呀我受不了 我先生另一半 就是如果说有这种跨国婚姻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你尊重他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文化背景的产生 因为我们的文化从小到大 是在不一样的环境当中长大 还有一条呢 就是人生价值观哈 确实是不一样 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但我觉得独立 我写了一句和大家分享 就是独立是最好的吃金石 包容呢 是最好的婚姻妙药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那中西就是在西方 可能女性的独立 她女性和男性都是平等的 所以我们都会非常的独立 我们有很多自己的自由的空间 可能我不会去影响她 她也不会来影响我 我们双方在精神上是独立 但是在家庭当中是相互依靠的 那还有一点就是包容 我说包容是最好的婚姻妙药 因为我有文化的差异 所以自然你就要去包容对方 理解对方 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正确的对待文化差异和冲突 这些都是有的 那我们相处五年之间 吵过很多假 那有一次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就问我 你语言为什么会写得那么快 我开玩笑说 因为我要吵架呀 我要去把心中当中 要去表露出来 那如果我说不出来 我们之间怎么样去沟通 所以肯定都是有的 但是如何去正确的对待文化差异和冲突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要去了解这个背后的原因 他从小到大都和我 就是两个国家 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不一样 教育模式不一样 包括生长环境 包括饮食都不一样 那肯定是有差异 和肯定是有冲突的 像一个家庭当中 如果有孪生姐妹 孪生兄弟 长大都会有差异 何况跨越整个大西洋 不可能没有差异的 所以当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你包容和尊重对方 我觉得就好像这种差异就会越来越小 就相处起来会非常的和谐 还有一个呢 就是生命当中最深层次的交流 是心灵的交流 确实是这样的 当一个婚姻当中 可能没有心灵的交流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去长久的 所以在我们的小家当中 也会去有很多的这种 我们的家庭的目标 家庭的这种心灵上的交流 包括家庭回忆 这个每个月都会有 我们会去探讨 这件事情你是什么想的 那件事情是他什么想的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当天的事情 一定是当天解决 绝对不会是隔夜到第二天 再去解决这种冲突和矛盾 一定是当天解决的 我觉得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当中有一个 很好玩的故事 就是文化差异 再来不同的 完全的这种理解 我跟大家分享几个例子 一个手机和email的故事 我能是在中国 大家都知道 我们长期就是喜欢打电话 发微信 而且你发了打了 你是立刻接立刻回 如果你不回不接 你就代表不在乎我 对不对 但是他们已经习惯了 西方人 因为他有他们自己的空间 独立心 他们都是用喜欢email 所以这个之间 我们闹这个矛盾都闹了好久 那我之前是完全不习惯 我觉得 我跟你打电话 你就得马上接 我跟你发信息 你就得马上回 但是对他们来讲 你是在打搅我 我有我的时间的控制点 所以 为什么他们会喜欢发email呢 我曾经问过这个问题 问过我先生 那山龙就说 因为你发email 对方有时间的时候 就会去check他的email 你是在尊重对方 对于自己生命进度 就是对于自己的 这个时间进度的问题 所以你不能去打搅他 所以这个 我到现在 我慢慢理解了 我觉得 好像真的用email 去处理事情的时候 相对来讲 我会觉得会更合适一点 我会觉得 我更轻松一些 那第二点呢 最重要的 我写了一个 喜新厌旧 和西服爱物的差异 那在中国 我们可能得到任何东西 都很简单 所以衣服就不停地买啊 然后物件坏了 没关系 再换啊 所以这种 喜新厌旧啊 都喜欢特别时尚 然后fashion 然后我们叫快 快销 这一块 我们会非常的喜欢 那对于他们来讲呢 就是一件物品 可以用很长时间 而且你会发现在国外 可能越古老的东西 他们会更喜欢 二手店为何那么多 我也曾经问过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 去二手店呢 他说当一件物品 出来的时候 一定有它的生命 时长 你如果没有用好 你送了二手店 那有另外的人 会去珍惜它 那我当时就特别的感动 所以我好像出来了之后 我就会发现 这种对待这种 我们叫西服 每个人生的西服 我觉得他们特别西服 所以我也慢慢的 把我的这种喜新厌旧的 这种恶习 慢慢的断除掉 还有一个第三个 就是和孩子之间的互动 他有一个女儿 那我记得他女儿 十五岁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逛超市 那一幕真的在我眼 在我已经深深的 扎到我脑海里了 我们就推着购物车 那我们自然 我们两个人买的购物 他买单 买完了之后呢 他女儿去购物 然后他女儿也很自然的 就是把自己书包里面的 硬币全部倒出来去买 我当时就会觉得 这太神奇了 为什么这个爸爸 不去跟女儿结算买单 然后我回去就问他 他说因为他现在打工 所以他赚了多少钱 他会自己去支配他的用品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真的很神奇 所以他现在他女儿 在多伦多大学 读心理学和读艺术 两门功课都是拿最高奖学金 所以他爸爸 也非常的开心 女儿 也非常开心 他女儿能够非常的独立 为他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所以我会觉得 真的是不一样的教育模式 那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就是我女儿在钢琴比赛 那就是刚刚发生在上个月的故事 他钢琴比赛的时候 他有一段曲子 老弹错 然后在家哭 然后我当时就坐在旁边 我就跟他说 你不要难过 我说弹错了也没关系的 我可能就用我们正常家长的这种示威模式 去跟他沟通 然后先生就坐在旁边说 你为什么会弹错呢 你是不是觉得弹错这个部分 会比这个圆曲要好听 我女儿就使命的点头 她觉得对呀 她说音乐就是让你自己欣赏 当你喜欢它 别人就会喜欢 所以你认为你喜欢 你可以去改的 所以当时我就会觉得 哇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女儿那会儿就瞬间就自信特别的多 那时候我就会发现 原来和孩子 他在就是在这五年当中和孩子的互动 是很多都会不一样 就是跟我的示威模式会很多不一样的 就我可能只是讲了其中的一个故事 我会发现 这可能也是教育理念的不一样 我们从中国就是从小到大 这种应试环境长大的孩子 可能这种单一的示威模式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挺欣赏 他这样去和孩子之间的这种沟通模式的 那还一个也是让我就是感受很大的 就是在西方对于重大节日的这种遗失感 对于孩子重要日子的一些遗失感 那我女儿这次过八岁生日 他正好是驾车 就是去到Ontario 但是因为一些事情可能要耽搁 但是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那他会告诉到一方说 对不起因为我女儿要过八岁生日 所以我必须得回去陪他度过 他说项目可以耽搁 但孩子的生日一辈子就那一次 这一次错过了 他可能下次就是九岁了 所以他连夜开车从Ontario开到PEI 接近是二十多个小时 女儿是生日 生日party是一点半举行 那是他是十二点半到家的 然后再给他的小朋友们 孩子们一起去准备这场party 我当时真的超感动 而且也不会错过孩子 不会错过孩子每次重要的节日 包括这种像一些表演 就是因为孩子现在在学很多的这种 这种艺术的表演 然后包括这种家长会 学校的这种仪式 所以我觉得这种对重大 就是对节日的这种仪式感 对孩子生命当中重要点的仪式感 这种尊重会让孩子会 会从小就会有一份自信感 因为他会充分的感受到爱 那在爱里成长起来的孩子长大 就一定会很自信 所以这一点是让我真的超感动的 就是很不一样 因为我当时就会觉得 哎呀无所谓了 再过个生日 你不回来也没关系了 但是当时就是连夜赶回来 那一瞬间 就是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就是西方西方人 在他们的这种教育理念里面 确实会和我们有一些差别 那第五个就是在教育上 因为孩子是中国人 所以他曾经对我们孩子 就是说了一句 我觉得让我很感动的话 就是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 那加拿大只有150年 你不能丢掉中国的传统历史 所以我孩子从小 现在在这边都是读经书 他现在已经读完了 大学中庸和论语 每天都会在线 每天都是半个小时 去读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 那就是三农 就是我先生非常非常开心 到哪里都会跟别人去说 就是孩子在就是程序 就是继续的去读经书 所以他觉得这种中国文化的传承 这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讲了那么多差别 就是我觉得在一个家庭当中 和谐的家庭相处之道 在我认为可能会有些偏颇 但是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供大家参考 你不要试图去改变对方 尊重他和你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好像就是一生 有时候都试图在改变你周边的人 要改变你的孩子 把你的孩子塑造成你想要的样子 那把你的先生塑造成你想要的样子 所以不停的在改变他 那改变的过程当中对方很难受 你也会很难受 所以我曾经记得一句话就是 生命当中你改变的只有你自己 你不可能去改变任何一个人 包括你的孩子 所以当我记住这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就会相处下来 就会比较的和谐 第二个呢 就是尊重他的独立空间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独立的空间的范围 你尊重他 你允许他 就是包容他的一切 你会发现也非常的 就是内心会比较的平和 那第三个呢 就是经济和感情上的独立 如果说是纯依靠一个人 那你把他当作生命当中 唯一的依靠 那就是这种期望子越大 可能往往相反的时候 会失望子越大 那当你在这种情感上独立 经济上独立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在一起去经营婚姻 会发现就是 会更怎么说 在家庭当中 这种融合度 我会觉得会更好 那第四个呢 就是这一点 是我总是会跟我周边的中国的这种朋友 会去说 赞美是家庭必不可少的润滑剂 真的是这样的 可能在我们中国的传统家庭当中 我们可能很少会去跟你的父母说 I love you 我爱你 对不对 可能现在的家庭可能孩子还会说 那像我好像真的还没有 对我父母说过我爱你 但是往往我们都是在心里 那一切尽在不言当中 但往往越亲近的人 你会越忽视 你对他的感恩和赞取和赞美 所以那像我先生 每天晚上都会跟我们说 I love you Good night 那就会跟我女儿 别人说很多很多话 然后早上起床了 就是也是会去拥抱 然后去出门的时候 就是会说 Good bye I love you 所以这一系列就是 就这种赞美 会在你心里当中 你会觉得是一种润滑剂 就是会感觉到美美的每天 这能量比较满 我觉得这种和谐家庭 真的是赞美是真的必不可少的 所以我们要多用我们的这种 这种语言去去在家庭当中 去去赞美你的孩子 赞美你的父母和赞美你的伴侣 那最后一个环节呢 是来分享一下 我在海外的 就是职场的探索 因为我自己是做职业规划的 在国内 做人灵资源 做职业规划 所以我一直在研究一个词 就是叫做职业幸福感 那有时候会遇到很多大学生 在这边 我就会问他 你大学会读什么专业 他说 昨天还刚好碰到一个大学生 高三 他被滑铁卢录取了 那我就问那个小女孩 我说你会读什么专业 他说我读电子工程 我说你喜欢吗 他不喜欢 我说那你为什么要读呢 因为出来还要找工作 好像这是普遍 很多中国孩子会去 会去说的一个词 那我们家长可能也在考虑的时候 也会这样去考虑 但是实际上 我自己是走过来 我自己当时也是读的计算机网络 我觉得出来了之后 我真的没有一份工作 和计算机网络答编 那到最后就是自己 可能去重新进修了 这个MBA之后才找准了一条路 去做人力资源 去就在企业当中去做管理 然后后来慢慢的转型 去做职业规划 那我会发现 这条路可能才是慢慢的适合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性格就是这个样子 那当一份职业就是说 你的性格和你的特点 和你的价值观匹配的话 你的职业幸福感就会比较强 那如果当你的兴趣能力 和你的价值观 跟你的这个职业根本就不匹配的时候 你会很痛苦的 所以为什么会有很多人 就是可能职位很高 在国内现在为什么会 职位很高的人 他也会出来 我们遇到很多客户 他就会说 我虽然每个月拿得很高薪 但是我这么不开心 我真的很痛苦 但是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要维持整个家庭的运营 我没有办法去辞掉这份工作 可能当我们 这也是中西方很大的一个特点 不相同 我们可能在华人的眼里 我们可能去选择这种 就是为我们孩子去选择专业 或者说是孩子自己出来选择职业的时候 我更多的可能会去考虑到 是一个发展 可能现在人会考虑到一个发展 那我们之前可能会更多的是 考虑经济效益 那在西方周边的很多的这些朋友当中 我看到他们更多的是会选择 和自己的梦想 兴趣爱好和价值匹配 相匹配的职业 这个是我们家先生 他确实是非常痴迷自己的梦想 但你会发现 你会在周边看到他真的很累 但是他真的每天超开心 真的是超开心 那这条船呢 是他从小就很喜欢中国文化 从小就很喜欢郑和 从小郑和就是他的人生偶像 所以当六岁的时候 看到郑和下西洋这本书之后 他就会觉得他一辈子 一定要有一条中国船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条船的时候 他毅然决然的买了这条船之后 我们就搬到PI 因为PI是个海域城市 那就去做宣传中国文化 真的很累 但是他真的超开心 那在加拿大就是这种冬天 没有暖气的状态下 一个人呢 我有时候跟他送饭 都是送了我就跑 因为实在是太冷了 但是他一个人可以坚持 维修两千多个小时 把这条船拿到执照 并且应应 我真的是挺钦佩他的 所以我们也是在两年的时间内 接待了大概有一千八百多个全球的客人 大概八次的时间是被北美的媒体报道和宣传 三次呢就是被德国法国 包括中国电视台去报道 现在可能每年的夏天 就这几个月的时间去应行 但是就是我为什么要去讲这份故事 就是你在他身上看到的那种喜悦感 我真的是说我好像在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圈 包括我们做的很多客户 从来没有一个人的职业幸福感像他那么强 他真的是超开心 所以我会发现 原来一个人的兴趣梦想和他的能力和他的价值观 当和一个职业很匹配的时候 他是多么的幸福 所以建议到这里也呼吁一下我们的群友们 当你的孩子可能会去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 你最好可能让他可以去测试一下 我会建议到大家有个MBTI的测试 这个是职业的生涯的一个测试 这个测试可能会更多的会去看到 他会适合什么样子 因为每个人都会不一样的性格 你不可能让一个性格很外向 然后一个知觉性很强 然后一个知觉性和情感性很强的人 跑去做会计 这个就会很难为这个人了 所以因为为什么我看到太多的 就是我身边的大学生 他可能因为会计好找事情 然后所谓的这种 就是什么专业好找工作 所以他才去读 其实这样的思维模式出发点是不对的 这个是不会长久的 多的是要根据到怎么样去根据自己的性格 去选择合适和适合自己的理想的职业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在冰山一角 就是我们在冰冰冰山一角 最冰山脚我们可以看到的叫技能知识 这个是可以培训出来的 但是在冰山下面 他有你的角色定位 你的价值观 你的自我认知 包括你的品质和你的动机 这个是人的内在的 这个是对会对人的行为和表现呢 它是会起关键性作用 这是有时候看不到的 所以这个可能我们作为父母 这个都是需要去关注你的孩子从小长大 它是什么样的性格 你要找到匹配的专业 这样的话你才会帮助到 他真的是今后一辈子走下来 会有幸福的人生和幸福的职业感 最后的时候呢 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个小小的感悟 就是这也是我从两段婚姻当中 包括我在国内或出国之后 我觉得真的是很经典的一句话 就是亲爱的 外面没有别人 只有你自己 所以为什么呢 就是和自我的关系 我们一直都是忙着被别人认可的优秀 忙着或者他人的认可 过着无比正确的生活 却唯独忘记听听自己的心 你要知道你是谁呢 我是谁呢 所以就停下来的时候 你才看得到 不要丢弃你的梦想 所以当处理好自我关系的时候 你会才会去处理好亲密关系 所以爱呢 也是需要界限的 那我们的一生都是在别人身上寻找安全感 其实原来他就在你心里 处理好了自己的关系 你就会处理好所有的关系 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那我会给我先生山龙 来分享几分钟 他对婚姻的一些看法 Hello my name is Shan Long I am a Canadian man born in British Columbia and I live with my lovely Lao Po on Prince Edward Island, Canada All my life I have been very intrigued by Asian women especially from China and I am fortunate to have found a wonderful woman from Wuhan and our wonderful daughter who she brought into my life in a beautiful way To m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ut our marriage and our love for each other is our ability to communicate sometimes that means language I speak mostly English my wife speaks mostly Chinese but so many things you can say to each other without the requirement for language and we always find the best way to communicate we have always been very honest to each other and if I think something is good I will say it's good if I think something is bad I will say it's bad and she will always tell me the same we don't always agree on what is good and what is bad or what is right or what is wrong but we always agree to find a way forward together the union of a man and woman regardless of where they come from or where they've been is important and I wish everybody in this group the same wonderful experience that we have had and I think it's sometimes it's the differences that bind each other together greater than the similarities Canada and China have always enjoyed a wonderful relationship we understand and respect each other so much I am very fortunate to have spent so much time in China and I've been very very thankful about the people who I've met and especially my laupo and my nuar but everyone I've met from China have been so graceful so wonderful and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and I hope that I am an ambassador to my country as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been an ambassador to theirs and I wish everybody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to our beautiful island here called Prince Edward Island it's Canada's smallest province just 160,000 people which is very small and I hope people will come here and if they do come here I hope they will find us and they will come to see us and enjoy some time perhaps on our beautiful Chinese boat called Hai Long 好 今天晚上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that I think they're doing enough to go this isama so there's a big backstory